去到1.3我們就講reflection 折射 首先第一件事先提醒大家 1.2我們學的叫做reflection 今次我們1.3就學reflection 這兩個字千萬不要搞亂 不要搞錯 一個是反射 我們今課是講折射 reflection是r來的 reflection是什麼呢?簡單地講 我們平時的光我們用直線加墊去講 光是行直線的 in straight line 那為什麼有時候的光 穿過某樣物件的時候 會改變了方向呢? OK 改變方向這個 步驟我們就叫折射 除了我們肉眼看到的改變方向之外 其實裡面都有東西改變了 那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就在這一部分慢慢講解 首先我們講一下這一課 我們分了四個session 那我們上學期最後的這一課reflection 可以說是一個綜合來的 是一個物理科的綜合 就例如說我們在session1 我們會學law of reflection 我們學一下它的原理 snell's law 去到session2 我們會介紹一個term叫reflective index reflective index 就是用來計數用的 去到session3的時候 我們就看一下image position 我們的影像的位置 就考一下大家畫圖 有原理 有計數 有畫圖 當然去到最後一部分 session4 dispersion 我們又要背一些東西了 究竟為什麼 綜合了原理 計數 畫圖之後 會有什麼應用在裡面呢? OK session1 law of reflection 我們又講個law字了 我們一講law 即是說定律 定律即是說我們做很多實驗做出來的 折四的定律 我們簡單講是些什麼呢? When light travels from one transparent medium to another It changes direction at the boundary between two media OK 即是說當光由一個透明面去第二個面的時候 它就會改變方向 OK 即是說光由界面一去二的時候 基於這兩個界面是不同的 所以就會有折射的情況出現 舉個例子 即是說界面一是空氣 界面二是水 當光由空氣去水的時候 就會有reflections出現 就會有折射出現 OK 另一個方面 就是說如果光由水去空氣的時候 都是穿越了不同的界面 所以都會有reflections的出現 簡單總結 即是說光如果由一個界面去第二個界面 它一定會改變方向的 離開或者進入一個界面 它都會改變方向 除了一個情況 一會兒說 好 跟我們之前學lot of reflection 的時候 情況一樣 我們會看一個圖 我們學reflection的時候 我們都會學幾個字 第一 就是我們這條incident ray 我們會有一個入射線 然後我們會有一條叫reflected ray 就是折射線 你看到一個不同的方向 已經折射了 OK 中間這條 跟我們的兩個界面之間的平面 成直角的 90度角的 我們叫這條叫normal OK 有入射線 incident ray 我們就會有 入射角 angle of incident OK 記得是normal 和incident ray之間的角度 好 有reflected ray 有折射線 我們就會有折射角的 reflected angle of reflection OK 同樣了 都是reflected ray 和normal之間 才叫做 折射角的 好了 剛剛有提過的 就告訴你 如果光線 由界面1 去界面2 的時候 一定會出現 改變方向 這個情況 但是呢 只有一種情況 是不會出現的 就是當 入射線 垂直平面的時候 就是我 由上面照到平面上 那會出現什麼呢 好了 剛剛我們提過 有個特別情況的 就是入射角 等於90度的時候 就是說呢 我們垂直穿頭 由上面照的光 垂直穿下去 那有什麼事發生呢 會有reflections also occur at the interface OK 我們還會有反射出現 the light rate does not bend when i equals to 90 degrees 如果 入射角是90度的時候呢 我們 那條光線是不會改變方向的 可以不可以 垂直入 垂直出 以及垂直反射 好了 然後到snell's law了 snell's law 我剛剛講過了 逢是定律的話 就是說 科學家用實驗去證明出來的 我們發覺這個實驗 跟我們1.2 做law of reflection的時候 非常相似的 這次我們就準備一個 semicircular的glass block 然後將它放在一個 full circle protractor上面 一個圓形的量角器上面 我們就把半圓的玻璃 就放在正中間 水平90度這樣放置的 OK 好了 到step 2了 我們就direct a light way at the center of the block OK 直射到中間的中心點 半圓玻璃的中心點 好了 去到step 3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其實這個實驗 會有兩條光線出來的 第一個呢 就是reflected way 就是我們上一課研究的對象 那這次主角呢 不是這條光線了 主角就是reflected way 行不行 下面穿那條線 這次變成主角了 第一我們量度這個角i OK 然後就量度那個角r 那個reflection angle of reflection 好了 我們重複了這個實驗 拿到角i和角r兩個角度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port一條side的圖 圖出來的 side的angle去 那我們port了這條graph出來 其實是會有一條直線來的 那即是說side i和side r是一個正比的關係 那即是說 i的變化會對於r呢 會有相應的變化的 那現在不明白它的變化不要緊的 我們之後做數呢 就會計到它之間的關係的了 好了那記回到這裡先 law of reflection 和law of reflection 其實都差不多的 都是incident way reflected way 和normal這三條線呢 都是lie in the same plane OK 都是在同一個板面上面的 同一個平面上面的 那它多了一條色呢 叫做side i over side r equals to constant 那就是表明了呢 i和r的關係而已 就是入射角和截射角之間的關係 那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我們會用到這個在後面計數用的 計得多數我們就會明白一點的了 好了 我們在前面的實驗呢 我們了解到 入射角和截射角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要學多一個技術詞會呢 才落到去計數那一部分的 OK reflective index n 折射率 我們就用一個英文字母n來代表的 the reflection effect of an medium on light depends on the reflective index of the medium 那實驗的時候 我們知道呢 光由一個界面去第二個界面呢 會改變方向 但是改變方向的幅度呢 其實是受到reflective index這個折射率影響的 我們在不同物料物件的折射率呢 都會是不一樣的 就例如我們看看這個表了 在真空的時候的折射率呢 是1 Air都接近是1的 OK 那去到diamine的時候 去到鑽石的時候呢 reflective index去到2.42的 那n這個數字的大小代表了些什麼呢 A medium with larger n is called optically denser OK 越大n的 我們就說呢 它是越密 OK 越密的 A medium with smaller n is called optically less dense 就沒有那麼密的 可以不可以 細n是沒有那麼密的 簡單這樣說呢 就是說如果n是小的 它的折射率比較小 光的折射角度呢 都會比較小的 去到diamine鑽石的時候呢 它的n很大喔 即是折射率比較高 那些光呢 折射的角度呢 都會比較大的了 那基於鑽石本身呢 那個折射率比較大啦 比較高啦 再加上它獨特的設計 磨磨呢 你會發覺鑽石是很閃 很亮 OK 閃閃發光這樣的 其實是跟它的折射率非常之有關係的 OK 我們很簡單介紹的顏色給大家 去計算一下數字 介紹的顏色很簡單的 我們只是用n1 side pheta1 等於n2 side pheta2 你會發現呢 其實顏色呢 是對稱的 即是說我們reflection 是說兩個界面之間發生的事 OK n1 sidepheta1 就是在界面一發生的事 n2sidepheta2 就是在界面二之間發生的事 再妄心些了 n1 是我們界面一的reflective index 即它的折射率 界面一的折射率 我們乘回界面一的入射角 OK 就會等於界面二的reflective index 和界面二的折射角的 記得了 feta1和feta2 這兩個角度呢 是光線和normal之間的角度 可以嗎 光線和normal之間的角度 有很多同學就是拿錯的角度 計錯數了 所以做數的時候 我們小心點 這個角度是拿光線和normal之間的角度 下面那條example比較深的 我們不做著 我們掀到後面那一頁 做第一條 那條是example 好了 我們做exercise 第一條 我們當是example 先 我們看看圖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有一條光線呢 由空氣射入玻璃裡面 glass 空氣射入玻璃裡面的時候 即是說光穿過了界面 穿過界面的時候 即是說是有reflection 折射的產生 有折射的產生 即是入射角和折射角 會出現變化 好了 現在入射角是60度 OK 光線和normal之間的角度 60度 那我們的reflective angle 折射角 就是φ2 可以嗎 你發覺是改變了方向的 這個角度我們怎樣定呢 就是光線和normal之間的角度 第一步 怎樣做這條數呢 我們先達到一條色內線 n1sinf1 等於n2sinf2 OK 之後就想回了 藍色這個部分 就是屬於界面1的 綠色這個部分 就屬於界面2的 界面1呢 即是說是air n1 即是說是air的reflective index 我們就代1下去 n等於1 所以我們代1 然後 f1 即是說是在界面1的入射角 光線和normal之間的角度 就是angle of incidence 所以我們代60 去到綠色那邊 就是在說 glass的reflective index glass的reflective index 就是1.5 所以我們這裡就代1.5 sinef2 f2 即是光線和normal之間的角度 我們未知的 就是我們要均勻這個角度 所以繼續用f2 經過一輪運算 按機 我們就知道 sinef2 就是等於0.57735 再按機 f2 就是等於35.3度 如果按機 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上課再討論 自己研究一下怎麼按 如果有同學認識的 你積本問問同學 OK